第六百九十二集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的步伐 你该辅助了 金氏小鹏王被黄金绳衣覆盖 某孔如刀一样锋锐 金色拳掌力劈 叶帆又被打飞了出去 对方的战力诡异莫名 真像是神灵附体了一样 不可战胜 到了现在 他哪还顾得上其他 九蜜之阶子蜜就要斩出 对方的盖世圣术太恐怖了 斗子蜜法与阶子蜜必须要齐出了 金氏小鹏王所向披靡 一举一动都是大道法则 手持权掌 如君临天下一样 大不逼来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 叶帆连续渴血 这种无上神威 他也吃不消了 若是换成其他年轻英杰 肯定早已行神俱灭 根本无法抗衡 远古圣人俯视脚下 鲜血流淌 让金氏小鹏王充满野性 雄伟身躯如魔尊复活 出现人事件 叶帆焦急 如百次运转九密竟然没有成功 这种随机性的处罚果然是太被动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几乎被那条权杖截断身体 显而又显的避过 腰腹上出现一道恐怖的伤口 这是他与人生死大战以来最危险的一战 此时金氏小鹏王几乎不可战胜 叶帆重新运转九密之阶子局 可是竟有失败了 让他心中浮现阴影 今天气运太差了 难道天要亡他吗 金氏小鹏王大吼 你拿什么与我斗 动的一声 金氏权杖如天 灰落下来 天地崩塌 叶帆根本挡不住 一下子倒飞了出去 再次大口喷血 今天 杰子密处罚太糟糕了 竟没有出现一次 叶帆现在无法分心了 金氏小鹏王速度并不比他慢 也仅差一线而已 如光似电一样到了眼前 不断披傻 此时 这个天鹏族的年轻王者 演化天妖徒生绝第四世 真如天妖将士的一样 与以前判若两人 在这危急关头 无法触发阶子密诀 叶帆出奇的安宁了下来 不能靠运气争生死 一切还要靠他自己 他开始认真的演化斗战圣法 将这一秘发挥到极致 实现己身对道的理解的升华 垂死挣扎 负于顽抗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金氏小鹏王冷森森的 牙齿雪白吓人 砰的一声 金色圈杖扫来 叶帆又被打飞了 浑身都是金色的血液 骨头都险些折断 若飞胜体 恐怕早已死去很多次了 我的刀 我的生于死 叶帆左手漆黑如墨 代表了真一 右手晶莹如羊之玉 代表了真羊 不断地闪烁 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金氏小鹏王眸光发浪 快速出击 不给他施展出来的机会 天药突生诀第三诗 就是被这真阴 与真阳破掉的 他有些忌惮 叶帆再次被打飞 浑身燃血 身体上出现了 很多的恐怖伤痕 几乎要洞穿了肉身 太可怕了 天药突生诀果然盖世 连圣体都支撑不住了 这一战过后 天下间同代中 谁能与小鹏王争防 可惜了 末日圣体没有辉煌落幕 最终要黯淡收场了 人们低声议论 心中全部凌燃 叶帆大喝着道道道 手中依然捏印 一手代表真音 一手代表真羊 大喝到非常道 在金色的拳杖挥动下来时 在生死危局前 他心中灵光一现 捕捉到了一条大道轨迹 太极神兔在他背后浮现 其双手代表了真阴与真阳 他的身体 一下子如龙一样弯了下来 化成那条阴阳分割线 真龙身影 晚成曲线 这是一条大道的轨迹 在这一刻 叶帆突破了速度的极限 身体化成了那条龙形的曲线 倒计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 脆酷拉小 一切横在前方的障碍 都将被斩灭 咔嚓一声 金翅小鹏王的权杖向前挥来 被叶帆的身体化成的龙形倒计 一下子斩断了 所有人都震惊无比 叶帆的身体化成了人世间最可怕的兵器 误不悔 难以阻挡他半步 金翅小鹏王几乎被腰斩 叶帆化成的龙形倒计 欲其擦身而过 将其腰腹截断了一把 金翅小鹏王啊的一声残叫 体内的肠子都流了出来 鲜血喷涌 痴的一声 叶帆化成的龙形曲线再次冲了回来 这是阴阳太极图的风鸽线 是大道的有形痕迹 噗的一声 金翅小鹏王喉咙喷血 差一点被斩掉头颅 天妖图生觉第四诗彻底被破解了 他遥遥遇到失去了战斗力 这一次 叶帆的收获太大了 在生死间悟出这样一种道 以斗战圣法完美的演化了出来 小鹏王 我送你上路 叶帆栖身到近前 抓住他的双腿 而后用力一扯 呼的一声 血光蹦践 叶帆活活的将金翅小鹏王力劈了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两人足足大战了将近五千回合 最终濒临死境的圣体胜出 活劈了 金翅小鹏王 生死大对决 年轻一代的巅峰之战 叶帆将金翅小鹏王给活劈了 鲜血蹦践 他浑身浸染蓬血 立身在虚空中 连法丝上都是血迹 他如玉血的修罗一般 让人生畏 金翅小鹏王身体被撕为两半 五脏六腑全都流了出来 非常的血腥 彻底被废掉了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不可一世的金翅小鹏王 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实在是太惨烈了 本是年轻一代的绝顶人物 少年初是头脚争容 强势霸道 纵横东荒十载 无敌同辈中 到头来却如此的卑劣 凤凰如水的毛子中 写满了金蓉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桀骜不驯的金翅小鹏王 败得如此的彻底 照发烈色发将心中很震撼 无论是金翅小鹏王 还是叶帆 揭手段逆天 这样的对决让他发寒 另一边 姚夕神色无比复杂 这样的圣体都让他很难安 如此强大 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有把握掌握在对方手里 一直想取回来而不能 自负圣子 万出圣子 姚池圣女等人 虽然面色无常 但心中是否平静就很难说了 叶帆活劈 金翅小鹏王浑身都在淌血 他自己也受创不清 天妖图圣诀举世无双 为不是胜数 在他身上留下了很多可怖的伤口 两人大战将近五千回合 才分出胜负 这是他出世以来遇到的最为艰苦的一战 险些 折损在此 若不是关键时刻 悟出了自己的一些道 以斗战圣法完美地演化了出来 他真的要 隐恨收场了 金翅小鹏王大叫着 你 杀了我吧 他腕念俱灰 他强大的肉身被叶帆给废了 这是 致命的打击 此时 他唯有一颗头颅还算完好 躯体彻底被叶帆撕裂为两半 叶帆没有任何动作 寂静无声 他感觉到一双冰冷的毛子在盯着他 杀意 透入了他的骨子里 这是一种可怕的意念 那双毛子似可以洞穿虚无 一念间可让他大地上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 像是有一尊盖世神主降临 立身云端 俯视苍茫大地 冰冷的盯着叶帆 傻技弥漫 他见不到那个人 但是他知道一定是凶名传天下 让各大圣主都无比忌惮的老鹏王到了 叶帆感觉到天摇图圣觉的无上大道气息 比金翅小鹏王也不知道有恐怖了多少倍 一念间足以让大地上百万圣灵成尸 老鹏王横行天下 让诸圣主都要避退 为一代绝世雄主 拼你东荒 难寻对手 如今 他得到了天摇图圣诀 到底有多么强大 外人很难预测了 给我一个痛快 杀了我爸 这样死在你的手下 我也无憾了 矜持肖鹏王大吼 小鹏王大吼 最后 党的时候